到底应不应该去接那种很便宜的绘画订单 我们很多学画画的同学都会去想接一些画画的订单来挣一些外快 这本来是一件还不错的事情 问题就是低端定制化市场的价格非常内卷 你报800就有人报500 你报500就有人敢报300 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 我们到底要不要去接这种单呢 在我的油画的学员里面有人就跟我说过 他接一幅人物画订单只要300块钱 我当时听到就感觉非常惊讶 300块钱能够画得出来一个人像吗 我们要画一幅完整的人物头像 最起码要好几天才能完成吧 有的人也许会说那种速写头像半天就能画好 但你确定这是顾客需要的效果吗 而且我们不谈绘画的材料成本 你光跟顾客沟通来回修改的时间都够你喝一壶了 因为画画这个事对于很多不了解的人来说 他是不明白这个当中要孵出多少心血的 他在某些电商平台会收到很多这种低价位的定制画 大部分顾客也是不了解这种低价位的行业里面 其实是充斥着大量的弄虚作假的行为 比如说打印之后或者用那种烹会之后 再描几下用这种非常低成本的方式把它画出来 所以像这种他可以用很低的价格 用跑量的形式来做 因为他根本不需要太多的人力成本 甚至他不需要我们这个接画的人有多高的专业水平 但是对于我们专业学画画的人来说 你的每一幅画都是亲手画出来的 你怎么可能干得过人家用机器打印出来的呢 反正像这种低价位的画 你去卖给那些顾客 大部分顾客也不会太计较 出来的效果只要像他本人就行 他管你是用照片加个滤镜再烹会呢 但是我们学画画的手绘选手 傻傻的接一个订单几百块钱 累死累活的画了好几天才挣这么点钱 还不够材料成本 有的同学可能会说 反正这些画是用来当做练习的 还可以挣钱 合了而不为呢 这种想法它是不对的 这其中有两点不妥 首先是如果你用来练习的习作是比较有针对性的 比如说我们要挑选更加合适的素材 或者去现场写声 一切都是以提升技术为目的 而顾客给你的画作了很多可能都不太适合练习 比如说一张角度奇怪的自拍照 或者说光线太平导致整个脸都没有体积感 画这种素材其实是很难的 而且你在画它的时候 也很难起到提升你的画剂的作用 那第二个原因呢 就是当你自己在练习的时候 你会更加的追求画作的效果 你会在意自己画的好不好 哪怕付出更多的努力了 也是想要把这幅画画好的 但如果你是接这种订单 而且价格还收得很便宜的话 你肯定在画的过程当中就会想 你才付我这么点钱 你还想让我这么辛苦的加班给你画画 你就会非常计较自己的得失 这边我们其实要分析一下双方的心理 顾客他给你钱 他觉得他要得到一副他满意的作品 至少你出来的效果呢 不是那种半成品或者是未完成的感觉 而接这个订单的同学呢 他会觉得你才给我这么点钱 我怎么可能那么用心的帮你画的那么完整 画那么多细节 这就产生了很多的矛盾啊 顾客对你画出来的画呢不满意 你又觉得画这点钱也就够画成这样了 这也是我在社交平台上面 经常看到过大量的这种吐槽 一边是顾客说你看我画了大几百画 画出来一个画是这种效果 另外一边呢也有一些同学说 你看他才给我这么点钱 我给他画出这样算对得起他了吧 然后底下的评论呢也会有各种各样的看法 其实像绘画这种纯手工的东西 你很难用一个标准来衡量每一件产品的品质 到底值多少钱 如果你要找一个人来帮你画画呢 一定是相信他对他技术的认可 才会愿意买单 而接订单的人呢你要对顾客的期待值 有一个大概的预估 比如说他需要完成度多高的作品 要画成什么样子 你自己心里面又有数 如果你认为这个价格根本做不到 你花的时间太多了 那你就不要去接这个单 但是如果你当时一时冲动啊 接了一个这么便宜的单呢 那你也应该去好好的画 哪怕是亏本你要把它给画好 要么就不要做 要做呢就把它做好 所以我认为最好的方式呢 就是你必须给到一个 你认为这个画画出来 不会让你感觉亏本的价格 这样即使你在这个画上面 用掉了很多的精力 花了很多时间 你也不会觉得很亏 那这样出来的作品呢 效果也会更好 这样至少双方都是满意的 其实我们画画 是一个非常低效率的事情 因此你不可能把画 作为一个大众消费品 你不可能通过以量取胜啊 通过压低价格 薄利多销的方式 去做画这个行业 因为我们每个人的精力是有限的 这样靠低价恶性循环 是做不长久的 这样只会浪费你大量的时间和精力 最后你的画剂没有提升 而大量的时间呢 又浪费在这个事情上了 所以有画画的人呢 尽量的是要去提升自己的实力啊 让自己的画作得到更多的认可 当你得到了更多人的认可的时候呢 你也可以定出一个 你认为合理的价格 这样自然会有喜欢你的作品的人 愿意为你的这个价格买单 这样才是一种理想的状态 而不是为了挣这一点芝麻绿豆的钱呢 去浪费时间 那可真的是捡了芝麻 丢了西瓜